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摩西为什么要为以色列人代求 要涂抹他的名的目的之前 我们就先探讨一下 耶稣的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意义 今天我们会谈到 星期五的时候就是耶稣受难节了 星期天就是复活节了 但实际上这个是 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 上帝接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 已经给了七个节期 来预言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头三个节期 就是谈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节和复活节 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 这逾越节也就是 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预表 耶稣就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 他在受难节 就是星期五下午三点钟 定在徐吉家端期的时候 这就是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 为全人类牺牲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受难节 什么是复活节呢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都在星期天的时候 这个就是第三个节期 我们要叫遥款节 或者叫畜属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好像所有心靠他的人 给畜属个国子 他的复活不是单单他复活 他的复活就是有复活的起步 就是初俗的国子 所以我们很感恩了 我们要明白复活节的真正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激恋这个复活节 我们就一定要明白 原来他的复活 就是使所有信靠耶稣的人 也有复活的盼望 但是现代我们谈到受难节跟复活节 仿佛忽略了在七个节期 头三个节期的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节期叫做逾越节 第三个节期叫做遥款节 或者叫初俗节 但第二个节期有一个叫除教节 这个意义顺畅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耶稣定在徐基家 他成为逾越节的高养 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 所以在逾越节的第二天 他开始有一周七天的除教节 就代表耶稣定在徐基家 是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很开心 到今天受难节跟复活节期间 我们一同去明白 什么叫涂抹我跟民的意思 因为摩西为以色列民的代求 是为了预备复活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名字 或者以色列人当时的名字 在生命车当中被涂抹了 就不能跟着耶稣 就是初受过这个复活 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有这个复活的永生的条件 所以摩西为以色列民的代求 是预备复活的条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摩西是怎么样去为以色列民代求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有关 当摩西他被上帝招生山山的时候 四十天没有下来 以色列民在下面做什么呢 拜金流毒 但当摩西下山的时候 上帝说他要毁灭所有的以色列民 但是摩西就为他们代求 他说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同若你肯泄明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车子上 涂抹我的名 然后到了三十三节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车子上涂抹谁的名 我们一同想一想 究竟谁知道自己的名 是写在生命册上面的呢 从这两节经文当中 我们能看到 摩西是知道自己的名 是写在生命册当中的 而上帝也知道 这些得罪他的人的名 也已经写在生命册当中的 原来他们都知道 这几个名写在生命册当中 重点的是 不是名字现在在不在生命册 重点的是 他的名字会不会得到涂抹啊 对不对 我们还有新约圣经好几处了 给我们看到 还有很多人 是知道自己的名 是写在生命册当中的 那么还有谁 圣经当中有记载有关 他知道自己的名 是记录在生命册当中的呢 还路加福音时针二十节 耶稣曾经吩咐门徒这样说的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原来他们跟从耶稣的人都知道 这个名已经记录在生命册当中 就好像上帝是知道 当时与世的名都记录在生命册当中 在丹仪里展望到未来的日子 他就这样说了 在丹仪里书十二章第一节 他说 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 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 并且这样的说 上帝的子民 凡名录在生命册当中 或车上面的 都必得拯救我 原来要得拯救的人 他的名必须要先写在生命册当中 蒙奇斯的约翰 也是这样说的 只要名字写在高阳的生命册上面 才可以得进入上帝的圣城 保罗也都提到他忠心的同工 这样说 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 我们发现 在新日圣经 在跟随主的人一群当中 有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的名字写在生命册当中 所以摩西他勇敢地 为了以色列人的待求 他就说 同若你要毁灭他们 倒不如你就是把我的名字 从生命册当中就除掉了 如果万一要把生命册的名字 除掉的时候 带来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了 所以 为以色列人的待求说 要涂抹他的名字的行动 这是什么的行动 这是个救赎的行动 希望以色列人的名字 仍然写在生命册当中 下面我们看一看 究竟什么情况下 生命册的名字是不会被涂抹的 原来名字已经在了 重点是怎么样是不被涂抹 对吧 在启示录的三章第五节 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 凡得胜的 逼这样的穿白衣 我也逼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忠师者的面前 认他的名 这个就告诉我们 原来名字写在生命册当中 就好像这些以色列名的名字 已经写在生命册当中 他要继续去 顺从耶稣基督一切的教训 要顺从上帝一切的话语 你知道他在生命当中 就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 就好像耶稣在旷野当中 通过金圣基督说过 得胜的生活一样 这样的名字才能最后的都保留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也是这样说的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所以我们要过得性的生活 也需要的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我们耶稣在天父面前也要承认我们 下面我们要看更严重的一个话题 原来生命车的名字要得以保留 有另外一样的东西必须要得到涂抹的 你猜一下是什么 以赛亚书43章25节是这样说的 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 唯有我为自此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记念你的罪恶 哇 原来上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好像除教节一样 他要涂抹一些新靠谈的过犯 这样才能使得名字能保留 在生命车不被涂抹的 凡过去已经真心悔改的 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 作为自治赎罪牺牲的人 在天上的安全中 已有些名任何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的 当他们在基督的医生有分的时候 他们的品格也要显明 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的时候 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 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复活节 在受难节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已经复活了 就一切新靠谈都要复活 究竟复活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使我们的罪恶得到涂抹 但生命这个名字不能被涂抹 你同意吗 我们一同心靠耶稣 低头做个祷告 天父求祢赐福今天每一个来到祢面前 听从祢的话 蒙祢的恩典 明知写在生命册的 他们靠着主耶稣这个恩典 顺从到底 迎接祢的再来 使得他们的罪恶得到涂抹 明知在生命册不被涂抹 愿祢的心意成就 叫祢来 叫祢的子民复活的时候 我们都一同复活 得祢要赐给我们的永生 奉救主耶稣基督名其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